那你们来介绍一下 你们自己的鞋吧 峰哥 你先介绍一下 你自己的鞋 我这个 没什么好介绍 它是一个名人出的 一个联名鞋 很经典 然后又是之前很早出的 然后现在又买不到 所以说会量又少 所以我们天天兄弟出的鞋 也 没准 没准吧 没准 我们到时候就只出 一人就出一百双 而且都出左脚的 因为 所有买我们的鞋的人都是 对 一看在街上这样走的 都是买了我们鞋的 你也是天天兄弟同款 对 是天天兄弟同款 对 对 一波吹走 我不就直接对我们家说 这鞋配上了 对 一年图版装 来 一波的鞋 一波介绍一款你的鞋吧 我是两个 比较喜欢他的 是因为他们都融入了 中国的风格 然后这个鞋子叫冰马俑 它设计的感觉就是 有冰马俑那个回甲的感觉 对 然后这一款的话就是 刺绣 对 刺绣 然后它外表是一层刺绣 然后如果把外表这层烧了之后 它里面还有一个红色的刺绣 对 对 这个有人就专门去把外面那个揭掉了 还有两层 要乱揭一点点是要看的 你要不要他帮你看看你重要是真的还是假的 反正鞋是真的假的 这个味儿是真的 对不对 是真 真香 您建议我把鞋垫扒开吗 可以可以啊可以啊 这底下藏着根呢 跟扒根用难了 不容易拔是吗 你看一拔就给这鞋按摩呢 行了 扒开了 完了 完了 拿出了 王一博 说还是不说呢 说 王一博 不可能 您确定吗 对啊 我再看一眼 你看看 不可能吧 看什么看这个鞋是假的 不可能啊 王一博 紧张了 王一博紧张了 就这五手都抖了 马上扔了 这鞋是 假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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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不了这么真 所以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就是一个王一博 小玩手 小玩手 好口气 这鞋哪买的 哪 不用 不用 哎哟 这是厂家送了他家 有关门口的 对 一博这个水平 这个类型 耐克技的 你只能看这种大牌的是吧 不不不 他这个呢 他这也是特别大牌的吧 哪个牌的 这张啊 观众朋友们 把鞋脱了 脱了 快快快 扔 第一个可以边看节目 边往台上扔鞋的 节目 好